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腾讯新闻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R1SE Red 全羊和洛洛 因为当时接到这部戏的邀请让我看了剧本 其实还是有一点点犹豫的 因为一个人演两个角色 就两个性格的角色 对我来说压力还挺大的 对于新闻演员 压力有一点但还好 但我觉得更压力大的就是该怎么去演好这部戏 对于男主来说就还好 我主要是侧重在该怎么去诠释这部戏 就在开拍之前有花了很长时间去想这个角色 还有就是开拍前一个月在一起培训 然后每天拍完以后 因为我是请了表演老师进组 每天拍完戏以后还需要去酒店跟老师一起去学习 一起去沟通这个角色 朋友好像没有 但是有跟明道老师去聊我们两个人物之间的关系 他又说我跟他的角色的关系就是比较像那种 就班主任跟学生的关系 他是班主任 但是我就不听他的话 但是还是要给他面子 就这样子的一种关系 有啊就是拍吻戏嘛 然后还有就是有很多第一次我在那个剧里面还学了钢琴 然后还有就是跳水 还挺尴尬的 而且当时我给我的工作人员看了 然后他们都说我就是小学机式那种吻戏 就是只是碰到贴着也不会动不会转 太小学机了 都说我演得不好 对我来说我感觉每个都有不同的男的地方 因为我是第一次演戏没有太多的经验 所以演戏对我来说也挺难的 但是我觉得唱跳也很难的 因为唱跳其实我觉得最难的地方就是你排练 可能要排练很长时间 但是在舞台上展现可能才差不多四分钟这样五分钟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辛苦 我觉得陆孝他真实性格其实挺可爱的 他小的时候其实是就是受到了一些挫折 因为他跟朋友在一起 然后朋友因为他而溺水身亡了 这个事情在他的心里面其实是有阴影的 所以他长大了就不希望别人去接触他 因为他怕因为他而别人受伤害 所以他会变成这样冷漠 然后不愿和别人接触 他为了保护他人保护别人不受伤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性格还是挺可爱的 然后他就跟姚琛出去了 那肯定是有啊 那毕竟是我们演的嘛 我觉得共通的一点就是 他是比较善良的 我觉得他不是那种野蛮的 他不是那种 而且他也挺爱吃醋的 吃醋的话就是 就跟朋友之间嘛 比如说我约这样出去 他说不出去 然后他跟姚琛出去了 那我就肯定会吃醋啊 就是朋友之间嘛 我觉得和陆孝差不多 我觉得就是角色中的那个虚拟的陆孝 再稍微收一点嘛 我觉得感觉有点太突围情话了 可能只是一种消遣 但你对我来说 你是我的全世界 不管你让我等多久 我都不会觉得久的 因为我们在之前 有一部戏 当时培训了一个月 所以我们当时其实还挺熟的 那个时候就开始磨合了 然后后来这部戏 又非常凑巧 然后我们又一起可以合作了 因为之前就有合作的时间了 所以就是还好 我觉得原生的话 可能会给大家印象更深刻一点 然后我觉得 还有更大的进步空间吧 我觉得可以更加努力 更加做好 打60分 如果满分100的话 因为 毕竟是我第一次去尝试拍戏 在懵懂中演的话 还是有一点生疏 那肯定 因为 我之前其实就很想去尝试演戏 我在五年前 我在进公司之前 我就挺想去尝试演戏的 所以我才去面试这个我们的公司 后来是凑巧去唱跳了 其实我之前是一直抱着演戏的心态去面试 本身就挺喜欢演戏 因为之前就很喜欢成龙大哥看他的电影 挺想尝试那种鼓风的 就那种打打杀杀的 反拍 反拍 想啊 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 我还挺想 就那种酷酷的反拍 得看情况 然后包括 我觉得 这两个 我都会保留的 因为唱跳 是我初心 所以我不会放弃 然后演戏的话 因为我正在尝试阶段 就慢慢的去接触 然后慢慢的去一点点来吧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个剧 然后也喜欢这个陆孝这个角色 对